Hello大家好,我是Rosie 相信很多爸爸在最初给宝宝添加辅食的时候都毫无头绪 那我今天就结合大家最常有的问题 以及我们实际喂养的经验 整理出了一份最新最全面的6到12个月宝宝的辅食添加攻略 真的做了很久的功课,大家可以收藏起来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的就是宝宝在一岁以前奶还是他们主要的营养来源 所以如果他们刚开始辅食吃的不太好的话 也不必太焦虑 只要他们的发育是符合生长局限的就可以了 那添加辅食基本上是在6个月左右 不早于4个月,不晚于7个月 我们要注意几个宝宝准备好吃辅食的信号 第一个就是他能很好的去操控自己的脑袋以及脖子 第二个就是他可以独立做或者稳稳的靠坐住 第三个就是他对我们大人的食物感兴趣 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会一直盯着然后想去够 第四点就是我们给他喂食的时候他会张嘴去吞咽 而不是用舌头顶出来 也就是我们说的挺舌反应消失 优先要给宝宝提供的是含铁的食物 因为到了6个月之后他们身体里的铁含量会逐渐下降 这个时候给他添加辅食 就可以提供他生长发育所需要的铁防止贫血 通常第一口吃的是高铁的米粉 第一次我们准备的吸一些宝宝会更加的适应 大概两克的米粉加40毫升的水 母乳或者配方奶 温度在40到50度 然后均匀的搅拌就好了 一开始我们给宝宝一到两勺就可以 如果他感兴趣的话再继续的喂 这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添加辅食的顺序 其实真的没有固定的顺序 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单一排名 就是每次只添加一种新的食物 是两到三天没有过敏反应 再引入下一种 同时我们要做到的就是饮食均衡 食物多样化 肉蛋 鱼 蔬菜 水果 古物 乳制品都要吃 基本七到八个月左右 所有的食物都试过一遍 然后真正要讲究的顺序 其实就是食物的质地和量了 质地从稀到稠 颗粒有细到粗 比如说米粉和粥 我们就从细腻顺滑的稀糊状 逐渐过渡到酸奶状 再过渡到稠糊状 然后肉类以及蔬果 我们就从泥状逐渐过渡到碎末状 再过渡到比较软的小块状 以及手指食物 基本上到了12个月呢 宝宝就可以和大人吃一样的食物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弄得小分一些 软烂一点 量呢自然就是油少到多 从单一的食物到混合来吃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 也是爸爸妈妈很困惑的 就是每天几点吃腐食 是奶前吃还是奶后吃 还是在两对奶中间吃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增加参数 6个月刚开始添加腐食的初期呢 宝宝是吃一餐的 我们就可以放在上午的小觉之后 10到11点之间 这样子他如果新添加食物 有过敏的反应 可以及时的处理 然后7到9个月呢 宝宝开始吃两餐 一开始呢 我们可以在上午的小觉 以及下午的小觉之后吃 然后逐渐的把它往后延 延到中午和晚上 这样子等到10个月 他开始吃三餐的时候 就基本上和大人吃饭的时间同步了 这些时间节点仅供参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灵活的去调解 最初添加腐食的时候 建议放在奶之后吃 因为宝宝如果太饿的话 他们可能只想喝奶 就不接受腐食了 所以等他们喝完奶 过了15到30分钟 他们的肚子还有点空间的时候 我们再给他吃腐食 以自信吃饱 然后等9个月左右呢 宝宝的吞咽 以及咀嚼能力 锻炼的比较好了 我们就可以调整成 先吃腐食 后吃奶 然后不是添加还有一些禁忌 12个月之前不要吃蜂蜜 因为这样容易引起 婴儿的肉毒感菌中毒 然后也不要吃没有煮熟的鸡蛋 因为里面的细菌 对宝宝也是有害的 然后三岁之前呢 不要吃那种整粒的坚果 因为容易卡喉 我们可以弄成粉 或者磨碎了给宝宝吃 一岁之前不要喝果汁 蔬菜汁 同时牛奶呢 也不能当做主要的饮品 去替代奶粉或者母乳 再就是不要吃调味品 比如盐和糖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易过敏的食物 越早添加 越能降低宝宝过敏的风险 所以从添加腐蚀的初期 我们就要尝试各种高敏的食物 包括鸡蛋 牛奶 花生酱 小麦 很多面包 意面 或者麦片里面 都是有小麦的 然后大豆 鱼虾 可类的海鲜 都要尝试吃了 然后刚开始添加的时候 只要注意少量就好了 如果有过敏的现象呢 就及时的去就医 再就是宝宝 如果有湿疹 或者家长有过敏史的话 其实宝宝食物过敏的几率 也会高一些 所以这种情况的宝宝 在添加腐蚀之前 吃饭或者玩的时候 我们就把水杯放在旁边 让它练习 用杯子喝水 同时也可以给它束束口 那这就是今天 关于腐蚀添加的所有分享了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留言讨论 然后6到12个月的腐蚀工具 我之前有分享过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接下来我会继续分享 宝宝腐蚀有关的内容 大家关注我就不会错过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